老板熟练制作饮品 这家北风社咖啡厅 在赤峰街经营近五年 位置老屋的二楼空间 年轻人创业替商圈注入活水 如今却可能走上弊店之路 反正就是十月底 我们就不需要结束一夜 今年突然被检举 才知道在这里开店 需要取得楼下住户同意 让他们做好最坏打算 其实四月份 南西商圈和赤峰街 近百家商店都遭到检举 面临团灭危机 北市府初步要商家联署纳管 明年将会启动通盘检讨都市计划 只是却漏掉不少店家 像是北风社就被排除 时代力量特地出面帮忙发声 过去整体的申请程序 登记程序都是依法来做申请的 多年之后才告诉大家 这并不合法 我认为这是政府的疏失 这些未被纳管的店家 也应该是要一并的讨论 感谢市政府提供 109年以后店家有一个解方 虽然未来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 细部计划的聚焦检讨 而非是费时三到五年 不等的通盘检讨 即便已经有72家商店连署 但未来却是一片渺茫 更有店家指出 与其连署纳管通盘检讨 不如尽快修改内部计划 把路宽八米内部的开店的限制拿掉 就连导演王小弟都出来发声 不希望这个空间就此不见 他们各自就在这里 希望找到可以这样子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这个不是小事情 这是你的国民的素质在显现 我已经写出来一个计划 我在想这里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创意流行街区文化的基地 在109年之后的店家 透过平点机制 部分的店家是没有办法进行纳入管理 但是独发局会持续的 跟这些店家来沟通 照讲歪的说法大方向依旧不变 南新商圈店家的命运如何 恐怕就在市府的一念之间 年新闻传言红果凯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